來看一下,這個應該還有上個禮拜才寫過的,把它執行一下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File迴圈版的話,當然它有兩個File迴圈 那看你要先改哪一個,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一個File一個File 當然可以啊,不影響喔 它是個別的喔,不是說你一定要兩個一起改 沒有喔,你可以一個File一個File迴圈 也可以啊,只是說怪啦 OK,沒有人說你現在寫這樣,明天又寫那樣 就是說,所以啊,盡量你寫程式的話 最好也一定要有固定風格 不然連自己啊,自己都覺得自己為什麼 怎麼今天寫這樣,明天寫那樣 感覺好像沒有統一的風格,就有點奇怪 所以如果沒有統一風格,很可能就是說怎麼樣 像有些工程師很喜歡用Google去查程式 比如說這邊call一段,那邊call一段,這邊又call一段 然後能夠跑,就OK了 因為是不同人的吧,因為是從不同地方call過來 所以一定是寫的風格不一樣 但是呢,你至少把它改一下吧 改成統一風格,它又沒有 每個地方改的就是不一樣 就覺得你是人格分裂嘛 不然為什麼寫出來 都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寫作習慣 OK 那如果沒有寫作習慣一致性的話 說真的,連自己都看程式都覺得 這程式好像怪怪的 甚至連知道是不是自己寫都不知道了 所以 盡量還是有一致性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練習 所以我今天講的說,我今天把這個 Fall J有沒有,我先改好了 改成壞,那怎麼改? 一樣喔,1,先把它註解一下 先不要刪掉 然後我在Fall J下面呢 同一階喔 記得不要它 因為它Enter它會換到下一階 先打壞好了 OK 我習慣先從中間開始 壞有什麼呢? 那這個追嘛 因為它的變數是追 所以壞有追怎麼樣 小於10 因為它這邊其實是 這個是它的條件 那當然這個我步進沒寫啦 所以如果你講這步進要寫 最好把它填上去 因為 步進值喔 如果是1的話呢 可以不用寫 那所以喔 我們這個地方 好,第一步喔 我是先做這一個 Fall J小於10 就是先解決中間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 我會在Fall回線上面呢 加一個初值 那初值的話一定是 當追 初值等於多少 等於1嘛 OK,等於1 那這個指的是這一個 所以先這一個 再這一個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最下面這個的話 是什麼 欸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一般會寫在哪裡 寫在畫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地方呢 加上一個J 等於J加1 J等於J加1 就是加了1 之後把它重回去了 所以J 本來1吧 然後J加1的話變2了 所以J等於2 又彈回去 彈回去之後的話呢 再 是不是小於10 4 然後再加1 變3 變4 變5 變到9的時候 9加1變10 10有沒有小於10 沒有 沒有就跳離 所以跳離就跳到這邊來了 跳到這邊就結束 一列的敘述了 然後再加一個換行 這個是換行 換行 換到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列的意思 然後一詞類推 好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改了三個地方 還記得嗎 OK 所以1 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這個的話是條件 所以我把它改成這樣 File 這一 小於10 這個條件 這個是1 2的話呢 是初值 初值在這裡 這是3 3的話是不進 所以1先決定它的條件 2是它的初值 3是它的不進值 跟剛剛不是一樣 所以以後都還固定規則 123 OK 這個如果理解的話 以後反正不管是哪一種File回圈 一律通通可以改成File回圈 但是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改完之後好像沒有優勢 那只是因為我們為了讓大家了解 File回圈跟File回圈的差異 所以我才把它改成這樣 當然你說這樣 改這樣有什麼優點 完全沒有優點 所以我要是 會用File回圈 我幹嘛改 File回圈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 那只是說 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File回圈是可以這樣寫的 那未來 如果你看到別人這樣寫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回來 改成File回圈比較好 File回圈只要1行 那File回圈要寫3行 OK 可是你會發現真的還滿多人用File回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很喜歡File回圈 就是不喜歡File回圈 OK 但是我反而比較喜歡File回圈 因為File回圈至少它比較精簡 好 好了之後按執行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 我剛剛只有針對那個追 有沒有發現 資金結果有沒有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什麼任何的差別 OK 然後再來的話 File回圈 你可不可以改 一樣 所以1 先把這個觸解一下 然後在底下 一樣 step1 先從中間開始 這個 其實這邊一個step step是可以去掉的 就是File i 小於10 這個是一個條件 然後 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出值 所以出值是i i這個變數 這邊說法 可能要小心一點 它一定要跟File 同一切 i等於1 i等於1 是從這邊來的 有沒有 OK 這個詞的話 是從這邊來的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在這個回圈的 最下面行 最下面行在哪裡 在這邊 print下面 加一個i 等於i 加上1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改成 壞回圈版本 執行看看 有沒有 完全沒有 不一樣 所以顯見 File回圈要改成 壞回圈 完全沒有問題 我改了 我再把這個 給各位看一下 上面是原來的 第一個 一樣這個 1 改在這裡 2的話 是它的出值 出值改這裡 3的話 改在這個 壞回圈的最下面行 步進 OK 三個地方 所以 反正以後 如果你假設File回圈 就同樣這樣的方式改 絕對不會有問題 OK 那 那你說 老師那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壞回圈 一無是處 沒有啦 有些地方 真的還是必須要用壞回圈 才可以 比如說什麼呢 有些地方 它 就是 後面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 會 執行幾次才 才結束 比如說後面 因為我們有一個練習題 也許像什麼 猜數字遊戲 隨便我亂數抓一個號碼給你猜 請你猜猜看哪一個號碼 是我現在 這個亂數抓的號碼 有沒有 那你猜猜猜看 猜的話我會提示你 比如說1到20好了 你隨便猜一個 那理論它會從中間嘛 然後 比如說我輸入10 那我會告訴你說 電腦會告訴你說 你猜的數字 是比10 還來的大 還是比它小 我會提示你 然後你會越來越接近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 你猜幾次會猜中 不知道嘛 OK 所以不知道的話 你不可能說 4i in range 幾次 對不對 OK 好啦 那如果啦 假設我要限制你次數 我是可以用4i in range 但是如果不是喔 好啦 吃到飽的 拆到飽的 那我就換回圈 但是如果不是喔 有次數線 那你可以用4回圈 反正時間到 它就跳離了 OK 所以啦 不同的狀況 就會用不同的回圈敘述方法 那這個可能要靈活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何把那個99層馬表 改成那個壞爾迴旋板 OK 三個地方 改的方式大概 稍微注意一下 那 改完的程式 我看看 雲端上應該也有啦 這個是 壞爾迴旋板 在這裡 剛剛改的 那其實也差不多 主要是那個布徑的部分 1 2 3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還給我們 好